这边我录起来蛮愉快的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蛮反消费主义的人 我个人的物欲非常的低 我多半买东西都是必须买才会买 I buy things out of necessity 好 马上先讲一下一个英文片语 If you do something out of necessity 就是出于必要 这个出于 把它翻这个out of 好像翻得还蛮精准的 所以出于必要我才会做采购这件事情 so I buy things out of necessity so I don't buy things impulsively 我 usually not 所以像我们现在活在网红的时代 网红这个字大概 我们现在比较常看到influencer 可以 最近有一个Netflix的片叫做爵士网红 他好像把网红翻译成e-celebrity 大概也不是不行啦 OK 就e-celebrity e-celeb 那如果讲说internet celebrity 也是OK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年纪小我非常非常多 我称他为朋友 因为我们并不是师生的关系 可是他在那个时候正好要考大学 所以我有高中生的朋友 他考大学 那这位小朋友 他的成绩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知道考那个学测 总共考五科 那你也知道 他有那个所谓的前段班 他叫什么 那个什么来着 我们知道有满级分就15分 15分就是最最上去 那还有所谓的顶标 顶标就是在所有人里面 你算是排一个前面的5%还几%我也不知道 那顶标可能就是个13分 14分 那如果说像还有什么中标低标之类的 所以可能考个10分就是中标 8分就低标 你大概懂我意思 所以这位小朋友呢 他反正国文15分满级分 社会科15分满级分 数学15分满级分 然后物理化学15分满级分 英文6分 气死我 我跟他不是说非常亲近 所以要是我早知道他英文这么早 我就会把他努力拉到15级分 他就可以去上台大医科了 所以他就75分可以上台大医科了 所以偏偏他英文只考了6分 哇有够扯 那那一年的考题 翻译题正好就是说 有网红这个字出现在里面 他不知道怎么翻网红 他想到红色是red 所以他就想那网络叫internet 所以那他也知道像 像例如说 play这个字可以变成player 对不对 然后或者像是例如说 cook这个字可以变成cooker 可是cooker不是煮饭的人 cooker变成是烹饪的实据就是了 但总之他是要加2的这个概念 所以他就想说网红 那就internet radar好了 整个挫赛 所以难怪他考6分 不过他还是还会蛮 蛮会举一反三的 讲说internet radar 其实也还蛮有 有他的一番道理 可以在里面支援起说 可惜真的不是这样讲就是了 好这个故事讲完了 总之回来这里 所以网红你叫他 e-celebrity或者internet celebrity 我们当年的正确答案 大概是这个字 internet celebrity 网红 但是现在也很常看到 kol这个字 大概大家也熟 他叫key opinion leader OK 关键的意见领袖 翻译成网红也说得过去 不过这个字就里面 并没有网路的概念 就是key opinion leader 如果你今天讲说for example谁啊 我好难举例子 因为现在大部分名人 在网路上一定是有声量 我们很少想到一个名人 是在网路上默默无闻的 所以要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在网路上没有presence 可是他的意见 大家都很接受很采纳 觉得他很重要的话 那也可以称为key opinion leader so我不太觉得这个字 is necessarily related to people on the internet but everybody's on the internet 斗来斗去同一个概念 那再继续讲下来 我们或许就可以用到influencer这个字 OK 所以就是有影响力的人 那我们甚至就不加internet这个字在前面 我们就直接讲influencer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要讲的这个标题 叫做de-influencer 所以他的标题就直接说 忘了这些网红吧 我们现在来讲什么东西叫做de-influencers 那你知道de-开头的字就是反过来 所以influencer是影响人家 de-influencer就是去反过来影响人家 那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刚刚前面一开始说的 我并不喜欢消费主义 那所以很多的网红 主要就是接业配 right they get sponsorships right 自助性行销的广告 right 所以他们就是有时候就是会卖 卖一些什么 像你看那个网红去一个什么什么山庄 什么什么villa 然后住了两三天拍了一堆照片 然后其实就是那个villa免费请他去住 然后替他们po个几个po文出来 那他就可以换这个免费住 甚至可以换一些钱 有一些sponsorship给他钱 让他去住那边玩个三天两夜之类的 那他们就可以做promotion 那他们那个订房率可能就会增加了 所以这些事实上就是在鼓励人家消费 好 那或者有时候很多人会带货 对不对 那卖什么东西啊什么干嘛的 所以这些就是influencer在做的事情 那甚至我也代言过 那时候我的经济公司 现在是没有了 现在我都只一个人在搞 所以事实上这个经济约也已经不存在了 但那个时候有个经济公司 那他们就有去接一个翻译的翻译笔 还什么东西的 插在就一个usb插扫插在手机底下 可以很快翻译东西 那后来那个东西被骂了要死 就是事实上功能并不是太好 那可是那时候公司要我做 我也就做了一个影片出来 所以有没有影响力 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了 但anyway 总之回来这里 所以什么叫de-influencer 就是戳破这些谎言的人 ok so forget influencers de-influencing is now a thing so we've all seen those those youthful photogenic people who promote fashions foods or services to their large followings on tiktok and instagram 所以我们都看过那一些 youthful 很年轻的 photogenic 也就是说很上向的 所以很适合拍照的 很适合不见得拍照 可能是很适合就是 总是被camera去capture的 好 很适合拍影片的 photogenic 我们都看过这些很年轻的 很photogenic的people 那他们会去 promote一些fashion流行上的 食物啦 或者一些服务方面 那给他们的这些很大的 这一个好 追追寻他们的这些人数 so they promote these things to their large followings 所以这个large followings 就他们的这些追随者这样子 but now a new breed of de-influencers has arrived 但现在呢就出了一个 新的breed 这个breed就有 翻译成品种之类的意思 动词就是翻译后代 那名词的话就是 出现了一个新种新品种 的这些叫做de-influencers 他们来到了 and they're saying that materialism and overpriced trends are no longer in style 他们的说法就是这些 物质主义 materialism 以及这些真的就是 价格都有被炒过 就overhyped 等一下会看到这个字 overpriced 所以本来你可能 这个东西便宜买得到 可是经过这个网红的推销 说不定还更贵 所以这些overpriced trends 这些就不流行 they're no longer in style so as consumers watch they're spending during these inflationary times this emerging group of social media users is urging people to evaluate whether they really really need that hundred and eighty five dollars dollar weighted blanket 他们讲了有点乱七八糟 但内容很棒 所以随着消费者 就看着他们去花这些钱 花在这些上面 那这些influencer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 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as consumers 所以消费者 看着他们spending during these watch their spending during these inflationary times 其实这个watch their spending 应该是小心的 不要乱花钱 好 所以这个 那inflation是什么意思 就通货膨胀 所以在通货膨胀的 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应该是要 小小心的花钱 而这个新起来的 这些the influencer 他们就在呼吁着人们 so they're urging people to evaluate 来好好的评估一下 他们是不是真的需要买了 185块的weighted blanket 这个weighted blanket 我真的好有印象 这个是我在开始 做每天的节目 就周一到周五 英文一起读这个系列里面 很前面很前面的时候 讲过这个字 weight是重量 加一个weight就变成被动的形容词 就是有增加重量的 然后被加了重量上去的 的什么呢 the blanket blanket是毛毯 我记得我那时候做的内容是 女生会买什么东西 可以来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尤其是单身的女生 所以有时候单身女生 睡觉的时候没有人抱抱 有时候可能还是会觉得寂寞空虚 会觉得冷 所以他们就说会推荐大家买什么 myweighted blanket 就是特别重的毛毯 那盖在身上 就会有一种被拥抱的感觉 我印象好深刻 那可能是在我前 前50集的内容里面 有兴趣的自己可以回去找找看 所以他们就是在劝大家说 所以会来这里 劝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你是不是真的要买那185块的 有重量的毛毯 you don't need it OK you can buy something else you can buy a larger pillow for $20 you don't need a 185 dollar weighted blanket that's just overspending OK 所以他们的讯息是很清楚的 So their messages are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这straightforward就是 直接一刀砍死 非常的一击必杀 这样子 很直接的 So their messages are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these items are overhyped 所以hype这个字 我们讲说就是对一件事情的这种 疯狂的一种想把它炒起来炒作的概念 所以像有时候我们说一个NBA球员 例如说现在马赤队新选境的新秀状元 从法国来的 七尺五高 身高非常的高 他叫做Wembenyama 我还记得是 他们就觉得他就是下一代的最厉害的中锋 甚至很多人觉得他只要是能够发展起来的话 说不定以后会成为史上四大球星之类的 当然也有些人怀疑会说 这个不见得真的很有天赋 可能打个一两年受个伤 因为你知道长得高的人 他尤其又很瘦 可能就是会被伤病 残生了好几年也不一定 像我们看到Zion Williams 对不起还是讲篮球 如果你听不懂我很抱歉 Zion Williams就是 人家会觉得他是overhyped 他被大家炒作的炒太高了 事实上他真的没有那么厉害这样子 所以hype这个字大概就这样的概念 就是大家把它炒起来这样 所以他说这些东西overhyped you don't need them and here's why 解释给你听这样子 Sometimes they suggest other options they also talk about sustainability and the cost of wast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industries such as beauty and fashion 所以这些人就比较 我觉得脑袋算蛮清楚的 说真的 而且重点是他们没有拿钱 因为你知道网红在promote产品的时候 当然都是拿过钱 都是sponsorship like we said 如果说今天这些人去抵制这些产品的话 他们应该就是出于良心 so they do this out of their conscience hopefully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他们会建议一些其他选项 那这些其他选项可能也不见得 真的会有给他们钱之类的 right they also talk about sustainability 他们讲的永续发展这件事情 以及他们讲的这些产业 他们攻击的这些产业 所相关到的一些 他们生产出来的垃圾的成本 这样子 so they talk about the cost of waste 垃圾的成本 associated with跟什么相关的 特定的一些产业 specific industries 好比说美容就是beauty的 cosmetics或之类的 fashion或什么的 这样OK 好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还蛮酷的 那我还蛮希望自己 说不定我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在代言什么东西 我也不会轻易接代言 我觉得 现在我尤其其实同学们可能不知道 其实我信箱里面有时候就会有一些 哦老师会跟你合作课程啊 或什么干嘛 可是这些平台我也都没听过 那我就不敢乱合作课程 那这个合作下去也不见得 可能是我变成是我在帮人家抬教 虽然说我也没什么资格帮人抬教 我的所有观众书也没有说很多 可是不知道 就比较想说自己 在英文的教学上 还是走我自己的方向就好了 所以不见得要去跟人家合作 然后去跟人家搭个什么桥之类的 这样子 好所以 大概就这样了 the influencing 其实这个词也不是说很新 我稍微有注意一下 他好像在今年二三月就已经有出现了 那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见得马上看得到 现在才看到 现在才做给大家看 好 but I guess better late than never 这个片语说一下下 有的东西呢 你宁愿他有迟到 你也不要他不到 ok so something sometimes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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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better late than never ok你宁愿他有迟到 也希望他不要永远不到 这样子 better late than never ok 好那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别说一下 对 感谢观看